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妈妈泡萝卜的方法 这样泡的萝卜不但好吃而且不容易坏 首先呢把买回来的青萝卜给它去皮 清洗干净 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宽条 我这个是四斤多的萝卜 加入40克的盐 给它翻拌均匀 腌一个小时 腌出萝卜里面的水分 这会儿做一个料汁 锅中加入八角花椒灰皮 给它炒一下炒出料香味 加入一大碗的生抽 半碗的陈醋 少半碗的糖 给它大火熬开之后 小火熬两分钟熬出料香味 再放一边彻底的凉透 萝卜呢腌出的水分呢 咱们把它萝卜放在纱布里面 钻干里面的水分 四斤的萝卜呢 半盆的水 水分确实挺多的 再把萝卜放在有太阳的地方 晾晒干表面的水分 我晾了一上午 晾好的萝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软软的 这样泡出来萝卜才比较脆 给萝卜里面加入小米椒 和生姜片 再来点蒜末 重点就是这个泡菜发酵均粉 四斤放两条 这样泡出来的菜 比较酸脆才不容易坏 搅拌均匀呢 把料汁倒在萝卜里面 记得料汁一定要是晾凉的哦 拌匀就可以开吃了 最好呀 腌一个晚上会更加的入味哦 吃完方便